最强逼王竟遭恶灵缠身 百战百胜的版本又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花季少女来说 拥有一份懵懂青涩的爱情 是最美好最幸福的 然而自卑的惠子却始终没有勇气告白 于是便养成了偷拍的坏习惯 看着版本那帅气的照片 惠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随后他却发现每一张照片上 都有一个女鬼的身影 惠子非常担心版本会遭遇不测 可画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照片一旦曝光 那自己是偷拍狂的事实 就会被公之于众 到时候版本肯定会因此讨厌他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 灵异事件再次发生了 垃圾桶直直朝着版本而去 不料版本一个跳跃成功将其驾驭 但惠子非常清楚 那坏东西确实想对版本不利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不断的旁敲侧击 提醒版本被恶灵缠身了 无奈版本的领悟能力非常低 就在此时 洗手间再次传来了怪异的声音 走近一看 水池里竟被塞满了黑压压的头发 着实吓了惠子一大跳 可版本竟撸起袖子 淡定地将其捞了上来 然后朝着教室飞温而去 将其执在了小胖头上 原来他俩才是真爱 随后 惠子终于鼓起勇气 向小胖说出了心中的疑虑 虽然小胖也有所察觉 不过版本已经把那些怪事当成自然的力量了 所以 不会相信幽灵的存在 除非拿出照片 惠子再次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被讨厌 但小胖就告诉惠子 他之所以会拍到幽灵 是因为他们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第二天 惠子再次偷拍的时候 看到双马尾女孩 勇敢地站出来为版本送水果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小胖的话 躲在角落的自己 确实像一个可怕的幽灵 当他再次打开相册时 经意外地发现 每张照片上的鬼的口型都各不相同 黏在一起就是我喜欢你 惠子再也坐不住了 立即将照片打印出来告诉版本实情 随后版本也给予了回应 将所有的照片连在一起 就是非常感谢你 随后一股妖风 吹走了惠子手中的照片 紧接着 小胖的长头发也消失不见了 从那以后 惠子就再也没有拍到过幽灵 而他本人 也开始光明正大地偷拍版本 幽灵事件结束后 版本再次开始了装逼日常 放学后 以不同寻常的身影 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随后以帅气的姿势翻过栏杆 在陡峭的护蹄上继续前行 再仔细看 脚踩竟然还有一颗石子 一旁的三名小学生 直接看傻了 第二天 三个小男孩开始了新的游戏 走白线 突然 一个鬼魅的身影一闪而过 毫无疑问 又是版本 不服输的三人 便紧紧随着版本的步伐 于是 变成了街头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 可途中却遇到一名路人 就在三小只为此感到担忧时 版本淡定地提醒对方 鞋带松了 趁着路人蹲下身体的瞬间 一个空中匹刹 完美地跃了过来 讲真的 这样是会挨揍的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毛毛模仿 就这样 师徒四人一路向西 开始了取经之路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 而脚下的白线也走到了尽头 难道这里就是终点吗 就在三小只准备放弃之时 版本随手掏出一卷侧纸 一条新的白线出现了 从此 三小只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但旅途即将结束 版本闲述地卷起侧纸 和三小只告别 而其中一个小子竟然迷上了版本 反回了跟他要签名 三个还没绽放的花朵 就这样弯了 卓是可惜啊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继续吧 Muah Muah Muah